文涛刚刚说到什么塔罗牌 我想到一个经验 蛮好玩的 也有提到什么星座血型 我比较老牌 我算紫微斗数 香港那边算紫微斗数 然后像我命宫里面 很好玩的经验 有一颗星 是陀螺星 转来转去的 你命宫有这个星 表示你什么呢 三星两翼 三星两翼 OK 那本来一般是说不好 犹疑不绝 可是我把它理解为 我思虑很周延 周密 我事情不会很冲动 只看一面 看方方面面 所以想得多 运转得多 所以我就把那方面的焦虑 跟烦恼放下来了 当我碰到事情 我觉得 到底A还是B 我选择假 还是选择乙 想了半天很烦恼 那我就提醒自己 那表示说 我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的 所以我要干嘛呢 冷静 沉着 不要那么烦躁 反正我就会想 越想得多 越是好事 那这个就可以引导我自己 帮助我思考 所以运用之妙 在于人 对吧 有些人呢 你就把它搞成迷信 或者是搞成负能量了 但是你只要会运用 对吧 任何一种工具 都可以拿来 提升自己 或者说 调整自己 而且这时候 我们再看见 这个 马老师的一个 刚才老师掌控 他看这个掌控的好处 刚才这些东西不高级 紫微斗数 在高级 他心悦诚服 他要学这个 你看 他觉得mbti 这玩意儿 就是 他不接受 所以说 那个马老师 没有没有 我必须证清 我刚一期以来 都没有说不接受 因为掌控的有时候 就是 那个东西 其实自己觉得 自己在这儿 那个玩意儿在这儿 有点看不上 但是当一旦紫微斗数 你看 刚才马老师在讲 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他又把这个东西 学过来 你看 有感情嘛 老师 我不是不接受 因为那个东西 像文涛强调容格那句话 每个人都是例外 很重要的 到我这个阶段 这个年龄 OK 那紫微斗数 跟我有亲吗 我就说 我对紫微斗数 也是有感情 准确的来讲 是期待的感情 当年咱们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个紫微斗数的大师 给我算过 所以鲁豫 你真是 我是潜力股 你等着 你别嫌我老 他说呢 你这一辈子 反正就发不了什么财 但是 64岁之后 怎么着呢 发大财 多大的财啊 反正你想 他平常都是跟香港那些富豪 算的 所以鲁豫 你别说你们家车库的事 你帮我建议车库 你给我建议车库 好吧 那你要我不讲 要不然他还能给我盖一车库 不行 我忍不住 你说 董木杰 13岁 才妈妈呼呼说 等于是说到时候再看 结果呢 黄瞻呢 so what 那怎么样 你讲到年纪 咱们以前北京同事 那个公关部的 叫我 不说他名字了 他说他有一次去 就是让人问 好像说 哎 您帮我看看 我怎么样 那人说 你到七十多岁 有一个坎儿 然后呢 没事过去了 然后说下一个坎儿呢 说八十几岁 然后怎么着呢 没过去 这个当时我们听着就笑死了 那是孟子啊 是吧 七十三八十四 但后来一想也行了 八十多岁也可以了 万法皆空 是吧 因果不空 其实过去就有人讲了 就是说这个 叫善意者不战 不战呢 就是真懂义经的义理的人 他不是占卜 寻道而行嘛 如果算命算得不好 但是呢 作为一个好人 作为一个君子 对吧 就要做这件事情 难道因为这个就不去做吗 是我的经验在于说 这是对的 你要长期维持关系 夫妻关系也好 朋友关系也好 不管你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比较安静 一个话很多 像我太太一天只讲三句话的 早安吃饭晚安就讲 那我都讲 我心里非常感恩 万一她跟我一样话多了 抢也讲早就打破头了 对吗 那大家我讲话你就听吧 就讲 点头看就往 可是有一个东西一定要 医治的 那才能可远 可久 可亲 是什么 榨值观 榨值观 就是榨值鸡 榨值观 请进我翻译 怎么把它榨取干净 没关系 你有字幕 开玩笑 这样 榨值观 value 那个榨值观 比方说 两个人相信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美好的 什么是正义的 什么是应该做的 什么不应该做的 假如在这个上面 差距很大了 你走不久了 也走不舒服了 你其他都无所谓 榨值观是没得牵揍了 就像文涛刚讲的说 我算得不好 可是我觉得君子要这样做 这就是 榨值观的问题 榨值 这就是榨值 你真是把君子榨干了 那我是故意学你的 鲁月 你不想往灵魂伴侣吗 我是觉得我们 不要给自己预设太多的 太多的标签 然后太多的定义 我觉得只要你生活当中 你们两个人契合 待着舒服 有话聊 彼此能够亲近 是不是什么伴侣 它不重要 就这个定义权 你就交给自己 我们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产生于 就是我们在一个事情 发生之前 我们预设了很多的标准 很多的概念 然后我还没有什么人呢 我就先奔着 我再找个灵魂伴侣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开始 这是我觉得一个 涉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我们到底是有自己的意识 有自己的脑袋 所决定选谁 还是你最后 因为讲到恋爱的时候 有时候你不可思议的 被一些人吸引 你感觉那个东西 它不是有这儿决定 所以当然你也可以 卢云讲的是 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有自己的心来决定 但是其实我就再次看见 你俩之间 就是有一些 这个共同的部分 就是那个 要自己掌控 你越来越把这俩 说一块了 我是 他们俩是灵魂伴侣吗 我是特别抗拒 在生活中 给我塞很多的概念 就我从来没有想过 谁是我的灵魂伴侣 这个事 灵魂伴侣这个词 它不在我的日常语惠 和我的思考范围当中 听着都扫得慌 哪天跟你找了一灵魂伴侣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如果这个人 他最终能够跟你走到 比如说最后 或者很长一段时间的话 他多多少少 应该符合 灵魂伴侣的某些标准 我觉得一定不是全部 一定不是全部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 因为我一直觉得 其实你内心 也不知道是坚强 还是不坚强 坚强坚强 我觉得坚强 就是说 你觉得你所有自己的心理问题 都不需要求助于人吗 就是我自己全搞得定 不是 是你不会求助于人 就我后来看了 那个ISFP里面 有一条 就是你不太会向外界求助 这个就是我刚才特想问吴老师的 我觉得就很绝望的一点 就是人需要了解自己吗 需要 因为像您说 我要找到一种认同感 归属感和确定感 但问题是你认定了 确定之后 你知道问题所在 其实你无能为 你改变不了 就是当然 如果我们大概了解自己 贴个标签 然后就归个类 然后立马就获得一个确定感 这是我们 所以说这是NBTI 或者其他各种测试的 就是它的一个局限所在 所以它是大概其 但是当我们能够 这个精细地去了解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很美妙的事情 但是 对 我觉得我挺了解自己的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但我觉得已经非常大程度了解自己了 但是像门涛说的 那你 比如你需要向外界 帮忙 求助 你不会 他这种人多了 你们全失业 比如此刻我会觉得有一些问题 我自个儿在这儿 我只能自己去死扛 自己去梳理 因为你不知道该如何向外界去表达 这就是个能力的问题 好像我先天老天天 把我这个门就给我关上了 那因为鲁玉你刚讲 完了 现在三个人开始在分析 我好恐怖啊 我是崇拜 鲁玉一个扭曲的 分析另一个扭曲 鲁玉刚刚说一句话 我非常感动了 因为他你马上就很肯定的说 我是个坚强 坚强 你刚刚说的 我非常感动 因为坚强是我一直想做 做不到的事情的 那我所以我感动之余 我好奇说 你觉得你这个感动 是你从小 不是感动 坚强 从小就有了 还是说后来生命过程里面 有某些事情发生了 这个我直接下个节目 你能够训练锻炼出来呢 原生家庭 是吧 他研究这个 我觉得性格绝大多 比如说你不知道百分之百 百分之七八十 就是你天生就有的 很少有人小时候 严重的不坚强 长大了会变得非常坚强 这种事很少有 他不可能通过某些 生活当中的一些强刺激 各种各样的 就老天那个苦其心智那种 然后把你锻炼的很坚强 不可能 你发现这些人 本来他就有很强的一种认证 结果老天又锻炼他 让他变得更强 还是体内有 那倒过来问好了 比方说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 事业上面的挫败 或是说感情上面的伤害 OK 一般人会哭啦 会求助啦 帮个忙啦 借钱借给我吧等等 那你说你很坚强 不容易去求助 那你会怎么样 做什么事来回应 这个外面的生命里面的挫败 跟困难 没有任何的 试图去改变 就是自个儿扛过来 就是你的终极的一个逻辑 就是你知道 其实谁都不是指糊的 就这事你终究会过去 之所以没有过去 唯一的原因就是 时间还不到 就是我从小 当时我们上英语课 老师给我写了一句话 叫 This shall pass to 就这也会过去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好事 你别特别得意 它会过去的 但是反之就是不好的事 它也会过去 所以这是我 我一直有的一个 我的一个算是个信念 但您说有什么方法 没有 就是坚强的人 不是说你不会疼 不是说你不会绝望 你会 坚强就在于你绝望的时候 那就绝望吧 你总有一天你会不绝望 这个我觉得是坚强 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啊 每次听到别人 嘲讽心灵鸡汤 将会你写这些心灵鸡汤 那我都不太高兴了 心灵鸡汤有用啊 为什么它是心灵鸡汤 一个很笼统的句子 经句 被别人说了就说了 因为它有用啊 因为它往往真实啊 比方说鲁玉刚 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方法了 比方说有挫败有困难的时候 我就想一下 我的老师 不 鲁玉的老师 this shall pass to 都会过去的 光是想这一句 我就能就有更大的能力来熬过来了 或是说想另外一句 时间可以让你伤痛减轻 所以时间还没到 但是我像吴老师 可能就会有第三句 就是你是不是小时候比较圈爱 是不是小时候向外界求助 没有得到回应 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 这句感觉 它绝对是 这种不一样 要咱俩聊的话 接着我就会把这个谈得非常的具体 而且先要好好去问你 然后去询问 当然有时候使用自己的感觉 去感受一下 你的状态是怎样 这个 照这个心灵大师 你看他是这个 半路出家 他就直接说 这个 一定要原来 有人嘴涕 行吗 我跟你学的时间长 但那天有一句话 特别感 特别打动我 就我前两天做一个播客 然后采访一个 那个叫张春 您可能知道 我知道 然后他当时讲他说他特别难受 特别抑郁的时候 他哥哥有一天拍拍他头说 保住狗命 无所畏惧 这句话特别打动我 你要说这个 我觉得 我是一个什么呢 我会要解决我的这个痛苦 前几年 我这个神经性耳鸣 这个主观性耳鸣 你知道这个耳鸣啊 刚刚发作的时候 有的人是会自杀的 因为他整夜不停的 就这么想啊 但是呢 大部分人 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 最后时间长了 跟你这个原理也一样 一方面呢 你不用担心 人呢 这个适应能力 是惊人的 到最后呢 我是 我记得就有一次 我就觉得这个耳朵里吵 就不行了 我就恨不得 我觉得那个那个就是 到了难以忍受的顶点的时候 我就抓住一把茧子 然后 但是我有自制的啊 抓一把茧子 啪 我一撒手 这个茧子哐当 就掉地上了 然后后来是我哥哥 跟我讲的一番话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鸡汤不是没有用 而是你没有这样想过问题 他说 温涛啊 这个世界上 我敢说一半以上的人 都有某种影集啊 你看有的人走路 是不是有时候一瘸一拐 有的人 他说你像我们父亲 这就出过工伤 他一辈子都是这样 他说你是原来啊 太习惯了 有什么毛病就好了 所以你不习惯 有一个东西 叫后遗症 就 就永远伴随着你 他说实际上 这个世界上 你问问去 有的人有神经疼 有的人有什么 各种各样的影集啊 他一说这个 我就 说得很好啊 我就一下子 好像就 然后你知道 就是这种毛病 在最早的时候 我就看见 也会有一种 心理上的陈述啊 就是 有病的人 会嫉妒没病的人 这种我都出现过 就是 最刚这个耳鸣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看电视剧 哎呦 我就看着 看电视剧 我就看这个演员的耳朵 然后我心里就想 他们这耳朵都没毛病 他们都不耳鸣 你会有这种 就会很折磨 但是你看最后 对吧 可能是哥哥这么一个 那你后来怎么好的 后来怎么好的 没好啊 就并存了 就共存了 那你现在依然还是就是 时不时的会耳鸣 他主观性耳鸣很神秘 什么叫 我都不 主观 主观性耳鸣是什么 客观上没有这个声音 这就反映了 人的声音和大脑啊 人的声音和影像啊 不是外界这个样子 你之所以是这个样子 外界只有震动 震动波 是你的大脑把它翻译为 支这个声音的 可有的时候 哪出了点问题呢 外界没有这个声音 但是你的大脑 哪不知道 到现在也不解之谜 它就会发出一个声音 但是呢 为什么叫主观性呢 比如我现在跟你说话 意识不到 它就没了 但是你问我 现在有没有 我一听它有了 这真是 这就是说心理学上 你看你讲注意力 你想它有了 但是你只要被别的东西 注意力一拉走 也不知道有没有 反正跟没了一样 提醒年轻朋友 他们跟我请教 马叔很烦啊 怎么样度过生命的困难 第一股 我说 小朋友啊 你的困难不止这一次 提醒你就是说 想一句句子 像一个锦囊 自己给自己写一句锦囊 放在胸口 一有困难呢 想一下这句锦囊 比方说 刚说什么 It shall pass too 都会过去了 比方说 你哥说 谁没有病啊 你不要太习惯这种病 那通常小朋友会反问我 马叔你的锦囊是什么 我说 请看我的小说 好 小说的 真的 我这样说 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啊 有一句话 那是彰话 不能全讲 把它彰话的部分去掉了 那是广东话 西弹呢 西弹就是随便了 随便好 Leti B 是不是可以 哎呀 我记得英语 西弹呢 我甚至用 我甚至用 用那个老派的粤语说 西西弹丹 西有漏饭 这样懂吗 西有叫藏油 捞饭 等于是说 你很穷的时候 随便拿 没有菜 一盆白饭 拿个藏油 淋在上面就吃饭 西西弹丹 西有漏饭 这就是我的警囊 碰到什么困难 烦恼 想自己过去了 我就提醒自己 西西弹丹 西有漏饭 随便 好喜不如歹活 就是这样 对 但是话也得辩证的说 这个是锦囊很有用 但是也我觉得也要注意一个 就是说简单化 标签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标签化呀 太厉害了 而且甚至于你看 都营销到小说上 它有时候又跟互联网上 你比如说这个MBTI 它很多是盗版的 就是 它不是这个正版的 而且不光这个了 太多了 你知道网上各种各样 就打着这个心理测试的 这个东西啊 好像是腾讯都封了一个 几百万的号 它就做这么一张图 上面写几个 一个浪漫主义者 一个细心的人 一个冲动的人 就这么一下 火都不行 最后弄的就 最后就说不当得利 就给封了 你知道吗 那个腾讯封了很多这种 你知道2021年 CNN做过一个纪录片 叫人格测试背后的 黑暗秘密 The Dark Secret 对 黑暗秘密 它就是讲的 就是MBTA 它不是 它不是PMBTA 它像一个街黑纪录片 它主要是说 美国大企业 就用这个MBTA来测试 然后有一个男孩 好像自杀了 据说是因为他 对 他在求职过程当中 很多就是突然就变红的东西 就关键部分 他都好像没有通过 反正跟这相关 最后男的自杀了 然后当MBTA那个组织 后来还就是反对 做这么一个纪录片 但就是你看 就是在国外的那个主流媒体 已经开始有一些人 在质疑你的企业 是不是应该用这个来测试 对 然后我记得那华盛顿邮报 就说在你们这个专业的心理学界 是谈到这个MBTI是一个禁忌 好像就不太愿意去谈 也就是说是正经心理学家 都不谈 都不太 除了你 不正经 我是对什么都感兴趣 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但是我是对所有的测试 你看就是C6PF 还是我们EPKL 就是这些东西 我也不认同 我比如说 我问你一个求职的年轻人 对吧 他想做这个工作 但是呢 所有的性格测试 甚至包括心理学家都告诉他 你这个性格更适合做另一个工作 那么他到底应该做哪个工作 其实关于这个 哪个赚钱多做哪个工作 对啊 你终于明白了 等我64 等你64 首先我个人认为 就是现在西方动不动的讲歧视 我觉得企业和员工之间 有个相互选择 这本来也有这样的资格 因为大家都是相互选择的时候 为什么只有员工可以选企业 企业就不能选员工 不管企业的方法论对不对 比方我举个例子 以我这种个性 让我去做那个销售 做公关 那就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但是你让我做战略 你让我写东西 你让我做分析 这就非常的好 可是假如你的个人爱好 就是做公关呢 那这个时候有个特别重要的部分 你不了解自己 你去做那个爱好 爱好是哪 爱好如果是这儿以为的 你就充满挫败 你如果是这儿发出的 那就很不一样 人真正发出 你看我们讲目标 这是哪 一线呢 以你的心 这个你的心 你的心在哪呢 哥哥 再左一点 左一点 这是心理上的心 心理上的心 因为一般我们讲 愿景和目标 它非常大的区别 很多人的目标 是你以为你想要这个 但是你自己真正追逐 那个和你的个性 不相匹配的目标的时候 你其实你身体会抵触的 但是真的是有的人 他有一个特别不切实际的一个梦想 然后坚信自己就是天选之人 我真的我们碰到过 我采访过这样的人 你都不忍心去戳破他的梦想 他就坚信自己下一个王宝强 下一个李连杰 真子丹 他就坚信 但他已经 他很年轻 但头发都已经掉得不行 然后就是 但你无法去说 你真的不能做这个 那你凭什么确定他不能做呢 我好奇 那你要做王宝强 你要做李连杰真子丹 那你得身手得好吧 你得有童子宫吧 他都已经比如三十多岁了 这种种的证据显示 他可能性不少 但是他真的就是一心就觉得 你们现在就是 你给我一个机会 他为此愿意吃康厌菜 那你说你怎么办 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人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得说 一个人会是活在实际中 还是活在幻想中 这巨大的问题 所以说如果活在幻想之中 和自己的事实 和外的事实不相比备 这就是心理疾病 严重的时候 甚至是精神疾病 如果这样 有这种冲突 应该找你了 是吧 就是太严重的话 找我们也无效 因为我们建立在 就是这个人还能对话 这个人知道我有问题 愿意探讨 说我的这个self是有问题 这时候才能找资源师 如果说这个人有问题 但是我说我没问题 通常这样 只好找精神科的医生 要开药了 你看 我觉得现在还是 荣格讲那句话 每个人都是个例外 虽然人类可以分类 我现在有个感觉来 就是说 本来呢 心理医生是一对一的 但是好多一对一的 心理医生讲的话呀 现在变成了一个 网上的公共话语 而且呢 说的又铺天盖地 你知道一说的成这样呢 就容易有点过头 就是你看啊 到处都在说 我是讨好型人格 然后呢 到处都在说 那天我还看见你在说 你要做自己 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感受 甚至那天我看了个小视频 连这个人人尊重的 这个马斯克都说 我的人生经验就是 你不要理会别人的感受 这个话呢 对于某些 就是自卑型的 讨好型人格的人 是非常有用的紧囊 对吧 可是你知道 当他在媒体上太多说的时候 我有一天我突然觉得 这话说的有点过头了 就是说 说的好像 这世界上 都是把这个 别人感受 放在自己感受之上的人吗 我说这世界有这么美好吗 我自己的人生感觉 我觉得 我觉得另一个部分 同样真实 就是这个世界上 我在社会上行走三十年 我觉得我见到的那种 把自己感受 放在别人感受之上的人 一点也不少 甚至就叫多 对吧 那你说 圣人们说的有错 就是说 做自己 你不要理会别人 我觉得有点疑惑 我觉得我这么多年 跟朋友相处 知道我们之间 获得的美妙的生活 都是因为朋友之间 把自己的感受 放在朋友的感受之下 都是体贴的人 都是尊重朋友感受 就是我没关系 只要你们高兴 我觉得我周围都喜欢 我们这样的朋友生活很好 相反那种 被我驱逐的 被我远离的 都是那种 只顾自己的感受 不注意别人的感受的人 对吧 那怎么 现在说的好像 全社会难道都是那样的人 我说那就有 有那么美好吗 世界 嗯 嗯